玩具TV第十八季第八集 今次可以很快地和大家介紹一下 我個人多喜歡的一件產品 都算是新鮮熱 如果大家有玩開這個磨面癡癢的話 這個系列沒有記錯 應該差不多四年前已經推出過 MR1 Internal Structure 系列 究竟今次給大家看甚麼呢 最主要其實只是改息 不過改息歸改息 這些錢你都可以困擾我的 為甚麼呢 因為這個系列Internal Structure 的確是非常出色 和早前出的高達或者鐵甲脈瀚 根本就是不同次元的東西 不過 如果大家真的覺得銀斤短缺的 你如果買了第一彈的話 其實某程度上都不需要 特別去追捧的 因為純粹這次相隔整四五年 給的東西 和之前是一模一樣 只是顏色不同了 不過 作為Bandau一貫的作風 轉一轉我顏色 就有不同的感覺 所以這次帶給大家的就是 英島一號 好 所以看到 這個是沒有燈的 不會穿燈的 當然不會 自己改就可以 因為其實看到一些神人 我不知道是用Photoshop 還是甚麼 他這個位置已經安裝了這個呼吸燈 和頭也一樣 如果大家想 挑戰一下自己的手藝 非常歡迎 之後麻煩大家分享就可以了 廢話小說 百多元 貨幣給到甚麼 大家 大家已經看到 阿佳已經close up了頭 很清晰地看到本身就著英島一號的 墨綠色的color tone 另外本身 你看到這個機械方面 眼睛用了金屬色 而側近一些機械的構造 都有很清晰的銀灰色 還有裏面的內構也很仔細 他的眼睛的位置轉起來很漂亮 沒錯 所以現在特意用一個最漂亮最反光的位置 真的很漂亮 可以慢慢地鬆下去 當然這次要和大家介紹的 一定是他的左邊 即是機械和人工筋肉的位置 大家都看到本身的胸口 用了透明件 都會看到一些很精彩的內構 而他的反應爐就是心臟位 朋友要改燈就改這個位置 風車位 和頭燈 然後看到腰帶的構造 我直接打側一點 大家看到 他的人工筋肉是用軟膠的PVC 坦白說 假意時會否變黃 一定會 但起碼 兩三年 或拍照 至少這百多元 我覺得已經是超值 繼續減低一點 就是 透明的人工筋肉 以及本身看到 他的 人工骨架 亦有一個切面 他的切面還製造了肌肉絲 人工筋肉的組織 是很漂亮的 百多元而已 今天旺角還有貨 所以大家要入手就快了 當然 其實都可以看回正常的右邊 亦都是一個很精彩的人形形 看到衣服的紋理 黑色 有少許雅的著色 另外 就著後面的 造型 那些褲的摺紋 全部都一絲不久 唯一要彈的就是 我剛剛看到 會不會大隻了呢 你放在腳底就算了 百多元 真的沒有什麼可以挑剔 看到 分開的 紅色的 Signature 披肩 透明眼 整個東西基本上是漂亮得不知怎說好 有興趣的 砰砰的聲音出 旺角自己搞定它 拍照就真是一流 擺桌頭也沒有什麼話好說 因為這個價錢實在 我覺得是超值的 玩著那麼多 稍後又見了 這次多快 不錯 不錯 加我們加我們加